有问题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就是算了谁都别演了就来吧 拍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对就互相就像会有的时候会因为也是面对镜头 然后很多工作人员有的时候会尴尬然后会有紧张 但是最后就算了 就自然点来吧 很多之前我们排练过排练过到现场的话演的话又是另一种感觉了 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索性该怎么来怎么来吧 也想不了那么多因为大家都在等 就是都在等 专业演员的那种素质 那你们两个本人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闹过一些电影者的用选择报告吗 并没有 并没有 就一直很愉快地去完成了这个拍摄 对 那演戏过程中谁照顾是个多样的 互相照顾吧 对都是互相照顾 那你在生活中吗 生活中 生活中 他可能还想说互相照顾 但我觉得他照顾我是很多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我的戏会稍微比他多一点 就今天一天会比他累一点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招蚊子的人 然后我说哎呀 温香没有了 他就一句话没说起来就下楼下帮我拿了一下然后回来查了你 我刚才说你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 我脑海中想到的情节是你在需要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体去给你吸引蚊子 那也吸引不住 我们两个在一起 蚊子只咬他不咬我 然后现在啊我们的那个 Blue的网友其实有好多好多问题 就是想要问你 然后我现在来到一个特别 就是脑洞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第二天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对方的 你再来 你再问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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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假如你第二天醒来 你们发现就是你们两个互相交换 你变成了他 他变成了你 不打美白针我是不会出门的 不变增高点我是绝对不会出门的 如果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我变成了他 他会来勾引我 我先给自己十个大嘴巴了 哈哈哈哈 因为平时打不过 我先爽爽 哈哈哈哈 你们有打过吗 能看出来吧 这还用打吗 这个 就是体型在那里面打这个 那其实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跟这个差不多 因为就跟因为你们回答的 他们是想要想要听你们互相爆料一下 最受不了的对方 我觉得你们一直都在互相的爆料 最受不了的对方 哎你这个坏笑你先来 嗯 这有时候比较爱吹牛 他从大一的时候就跟我说他 要买个外星人的电脑 买了 嗯 一万多 一万多然后现在都快毕业了 我还没看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